字幕君 李宗盛 有了,新城的 一姐在 主持人也要 是最新刊載了有關廉政公署執行署首長 即是副廉政專員這個位置 再一次延長他的處任安排 我對於廉政專員白允錄的決定是表示憤怒 這個位置由李寶蘭開始處任到現在 已經是足足三年 他現在延長三個月的處任安排 會是三年有多廉政公署執行署 都是沒有正式的首長人選 這個不單是廉署四十年來 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的 也都是回歸以來 在香港所有的建律部隊 以至政府部門 一個這麼高級和這麼重要的職位 從來是沒試過 是三年多以來 都是沒有正式人選 我重申 這個位置 是要負責 制定長遠的反貪策略 就重大案件的調查方向 給指示 以及管理廉署執行署 以至是統籌社關署和防貪署 非常重要的職位 市民一個這麼重要的職位的人員 怎麼可能三年多都是沒有正式的人選呢 而這個職位對下有兩位處長 分管私人機構和公營部門 這兩個處長都會在未來的年底 和明年初到達退休的年齡 需要離職的了 試想像一下 廉署執行署三頭馬車 有兩個將會是離職 有一個長期被處任 連自己三個月之後的命運都沒有辦法掌握 這樣的情況 會是對廉署執行署 高層的人士 造成很大的不穩定性 兩位處長對下有四位助理處長 我所了解 其中的兩位 也都會在未來兩三年之內 到達退休年齡 所以現在廉署執行署 的繼任安排 是極之令人憂慮的 早前白韻六 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回應為何遲遲不委任 執行署首長這個職位 他就說到 查案不代表會管理 這句話 已經引起了廉署裡面 很多人員的公憤 他的說法 其實就是說 現在的最高管理層 管理能力有問題 大家記得 他當時去 終止 李寶蘭的 處任安排的時候 也都大概提過 有關管理能力那方面的問題 在兩年之後 他再一次 公開貶選 廉署最高層的人員 的管理能力 而事實上 這批最高層的管理人員 他不單止在廉署服務超過二三十年 也都在高層管理的工作上 服務超過十年以上 一些這麼經驗 資深 在反貪工作 成績卓越的人員 白韻六 不予肯定 反而是公開貶選他們的管理能力 他作為廉政專員 怎麼可以說出這些話的呢 各位傳媒朋友 白韻六多次強調 現在廉署人員 士氣 人士 完全沒有問題 大家知不知道 在李寶蘭事件之後 因為有近七成人員杯葛 所以廉署的周年晚宴 是沒有辦法舉行 到現在為止 這個周年晚宴 都是從來沒有舉行過 那 情況說明什麼 說明廉署的人員 對於白韻六 是極之不滿 他現在 在三年時間 再一次 拒絕 作出任命 連 林鄭月娥 昨天 在特首答問大會 公開 公開說過 說要求她 做好廉署人士 更替的工作 她都自知不理 這個不單止是 林鄭月娥私下跟她說 也都是公開在立法會 跟公眾說 跟立法會議員說 白韻六都可以制約網民 我認為白韻六 是完全沒有擔任廉政專員 應有的公信力 和領導能力 她在任以來 搞出李寶蘭事件 廉署人士大地震 三年以來 都沒有正式的執行處首長人選 沒有副廉政專員的人選 我認為白韻六 早應該下台問責 我要求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白韻六的唯一上司 第二 一定要嚴肅 去跟進今次的人事決定 不可以讓廉署最高層 長期人事不穩定 這個是會削弱了 廉署內部的士氣 人員的穩定性 以至我們長遠反貪的策略 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OK How does this issue affect the future of ICS? The head of oper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formulating the long-term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and overall manage the commission including the operations department H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steering the direction of investigation of the major cases It has been three years that the ICS left head of operation such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t is a precedent for the ICS and the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t jeopardizes the morale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ICAC personnel and it also ruin the succession plan of the ICAC The number two and number three of the operations department will retire late this year and early this year It is worrying that it is worrying that such unstable top management situation right now will also affect the anti-corruption ability of the commission OK vector is proof to be more mo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